而为了唤起原住民族年轻族人对文化价值的认同 花莲市公所这一次特别邀请到了万荣乡 红叶部落之一艺术家林介文 以及温英妹两人 透过意大利籍导演托马索的影像记录 从9月份开始在原住民文化历史馆 以礼山开花为主题进行展出 也借此推广台湾原住民族的当代制品艺术 看似错综复杂的编织艺术 竟然呈现出大自然与矿区的生态样貌 再次花莲市公所从9月份开始 在原住民文化历史馆以果山开花为主题的制艺展 再次除了特别邀请到万荣乡红叶部落之一家林介文 以及温英妹两人 透过巧手展现出台湾原住民族的当代编织艺术 也邀请到意大利籍导演托马索进行影像记录 诉说着当地族人的内心感受 展览它是有时效性的 它就是必须在短时间之内要生出来 然后又要结束 这是一个展览的一个调性 那我就觉得这个场域 然后做这件事情不能就这样子结束 所以才会想说纪录片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影像就是在之后 可以有更多的就是发表跟呈现 就让更多人看到或是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邀请了纪录片导演董娜松木齐来当我们 就是等于是我们整个展览 从一开始的筹备到展览呈现的一个记录 那也特别谢谢我们林介文老师 在这次的策展果山开花里面 那呈现非常多原住民的一个织布技巧跟织布的艺术 那也呈现出当时候传统领域的一个被破坏的过程 那怎么样争取到传统领域的一个重新再造 我想这一切都是原住民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记忆 那也在现在他们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做一些呈现 那我们期许有更多花莲的孩子 未来都能够要上国际舞台 也希望有更多的孩子们能够用小的地方 开始变成大的故事 让更多人感动更多人欣赏 而这项展期只到11月4号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握机会 前往花莲市原住民文化历史馆参观欣赏 记者徐立芹花莲市报导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